国泰航空上个月 客货运数据按月都有改善 日均载客量好过公司预期 不过未能扭转上半年的亏损 集团决定申请政府的工资补贴计划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多地实施旅游限制和检疫措施 国泰航空客运需求仍然疲弱 客运量连续第二个月 按年大减超过九成九 5月客运量只有大约18,000人次 但已较4月的低位 回升超过三成四 日均载客量大约600人次 好过集团估算的500人次水平 运载率按月回升接近8个薄分点 但仍然不够三成 货运表现就仍然强劲 继续成为业务重点 5月货运量按月增加1成6 受到紧急货运需求带动 运载率按年和按月计都有所上升 国泰说传统工业和消费产品需求 开始有回升迹象 预计会几乎用尽货运机队的运力 累计头5个月 国泰的客运收益大跌 集团继续预计上半年显著亏损 又说虽然香港国际机场 开始放宽转机限制 但未来走向仍然十分不明朗 所以调整了6、7月的客运航班规划 运力分别大概3.5和9.4 预计未来几个月仍然会大减航班 国泰重申正是面对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营环境 未来几个月会全方位评估商业模式 就最合适的营运规模和模式提出建议 国泰确认经过审慎考虑 已经申请政府的补就业计划 即是接受工资补贴期间不会裁员 集团星期二已经公布390亿的资本重组方案 包括接受政府援助和公股集资 无线电视记者李嘉莉布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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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